目前的研究报道 新冠肺炎的潜伏期 通常是在1到14天 也就是两周时间 有个别的特殊的病例 潜伏期甚至可以长到21天 甚至是28天 但是绝大多数的患者 都是3到7天 那么潜伏期也正是我们进行 医学隔离观察非常重要的标准 那么掌握了这些知识 我们就知道如何在家 或者是医学隔离观察 需要掌握的这样一个时间 在潜伏期 也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自我或者是医学隔离观察期间 我们要特别注意 自己是否有发热 流鼻涕 咽痛 咳嗽 咳痰 还有胸闷气短这些症状 那么在潜伏期 也就是隔离期期间 一旦出现这样子的症状 需要及时和您的医生进行联系 由专业的医疗人士 来帮助您判断 是否离患了 有这个新冠病毒的感染 必要的时候 还需要再次进行核酸的检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